自打我拆了五八甲 挡光的窗户拆成了可以完全打开的颠度窗户 主窝做了金属衣柜 做了玻璃砖个端 做了化矿的床头半墙 做了能储物的学府床 但储物还是不够 今天咱们接着改造小次窝 要加多多的储物功能 买了海洋版 自己打柜 下面开始搭大型积木 这俩是吊柜 最凭一个衣柜 轻轻打磨一下 然后搓上风辣 在墙上一双挂片 给柜子安掉码 然后只需要一挂 一条 至于这大衣柜 死沉死沉的 不过没关系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拥有一个支点 再装上柜门 柜上面的空灰落灰 封起来 往里窜窜我要贴个灯带 吊柜底下用这种三角形灯草 也贴上 接下来装上白色的地角线 把主卧的柏叶窗换过来 开灯看一下 灯也买的黄不拉吉的 好吉祥的配色呀 幸亏啊选的是黑胡桃木的床 不愧是我一直喜欢的颜色 它一进场就把这屋的颜值拽回来了 这床整个面都能翻起来 容量都能装下好几个屋 过激的衣物杯子都可以放这里了 搭配个乳膠弹簧床垫 床头靠垫是真皮的 天虫的羽绒 靠在这看看书玩玩游戏是相当放松了 还有这独立袋装弹簧的床垫 软硬正好 腰胯肩膀都很结合 四圈还有钢架 它就让床边有支撑 是踩是坐 床边都不弹 床尾上的空太小了 放个落地灯 开着门角落也很美 床面搭配一个40公分块的石木床头柜 小房间正适合 边角做了圆湖处理 不担心磕碰 俩抽屉 上层放充电器傻的 下层放我离不开的暖宝宝 腿够高 拖地也方便 石木的家具就是那一刻 时间久了也不过时 床头柜上面装一个小吊灯 才40多块就给足了氛围感 衣柜旁边的空是给窗户留的 底下塞个架子放上投影仪 投在床对面的墙上 这边还剩足够多的活动空间 来颗绿植 生机勃勃 坐在这里